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19号已经开始供暖了 但是我们这楼迟迟迟没有供暖 他说是因为我们开发商没交一个什么入网费 为啥没交一个入网费呀 现在的开发企业的涉案的经纪的 就他这个问题啊 这个头约上台了 应对京东清雪任务 环卫部门人员机械已到备 高职单招考试推迟 不再参考 培训费咋退 说如果高考 不管考哪座学校 不给你们退学费 如果我们孩子牵你学 有没有家长不知道 别让孩子说 在版级里边都说了 说公职签了之后学生代签 你不参加班长的这个东西 你还也是负我们的责任吗 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 咱们叫它重阳节 为啥叫重阳节呢 古人认为酒是最大的阳述 两个酒放在一起固为重阳 所以在过去呢 这是一个很吉祥的节日 今天徐海也很应景 穿得很喜气 对啊 穿得红色 我特意穿的 其实说到重阳节 我相信到了今天 更多人想到的是 他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老人节 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 咱们国家法定的 第八个老人节了 那说到老人节 我挺好奇的 不知道大家今天是怎么过的 是会在今天 突然就会奠念起家里的老人 还是会不远万里的 给家里老人买出鲜花 或者是打一通电话 亦或是一个人默默地 回起过往呢 在今年的老人节 我们的记者也特别走上街头 我们来听听 在今天大家都说了啥 我不太清楚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节日 有有有 不久 久久 冲阳呢 对 重阳节 对 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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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知道 重阳节是一个什么节日吗 大概知道吧 有个那个诗 什么重阳节 九月九 一山东西立 老人节吗 老人节 跟老人过节的日子吗 跟家里人 老人过节的节日 放假回家的时候 看到第一眼就觉得老了 从这个走路上 不看上 真是感觉有点老了 就是觉得他们的脸上 皱纹多了些 比如说他们得病的时候 就感觉他瞬间真的老了 需要我们来照顾 我奶就是前几年生病了 他就是脑梗 之后说话也不方便 因为我小孩一直跟我爷 我奶一起长大 他们都老了 注意点身体吗 天冷都上天了 身体健康 我们想永远永远地陪伴他们 将来晚上 天上多了 好好回报父母 祝母亲健康成寿 祝爷爷奶奶 身体健康 希望我父母 能够永远健健康康 祝家里的老人 长辈们身体健康 我们做晚辈的 也会抽时间多陪一辈的 上班 回不去因为在外城 哥父母一块吃点饭 聊个天 如果放假的话 那就回家过 陪陪家人老人什么的 希望儿女都回家看看父母 希望儿女们回来给老人过节 重阳节 因为又是老年的节日 又是团圆的节日 就是希望家里人都在一起 外孙女学习非常忙 一个多月没来我家了 重阳节到了 孩子们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 回来咱们一起度过重阳节好吗 压力的孩子都回来吗 不可能都在外地挺远的 他们都忙嘛 这年轻压力也很大 不会的 因为孩子们毕竟有自己的事业 老年人只能想老年人生活吗 必给孩子添福担 对不对 如果他们要是工作忙不回来的话 心里多少会有一点失落 他们也有他们的事业需要打拼 父母能理解 老人们谈起自己的孩子们 总是带着些骄傲 眉宇间神采飞扬 其实他们并不希望你们有多大的成就 也并无期待多么昂贵的礼物 他们的愿望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常回家看看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九九重阳节 九九敬老情 这个重阳 你回家了吗 看的人心里酸酸的 父母就是这样 一方面都说希望孩子到身边来都陪陪自己 可转过头来又说孩子们都忙 希望他们好就行了 我们不给他们添麻烦 说到这儿呢 其实直播之后我也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今天没送去一个问候 当然作为我们相对年轻的人来说 也不只是自己的父母了 对待所有的老人 我们都应该有尊老爱老 这样的心意始终在心里 而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那近日呢 民众部预测在十四五期间 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三亿 中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哇 听上你这话 我估计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肩上的担子中了 这是理解这层含义的 但还有一部分 我相信他们是懵懵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竟然会翻我手机的公众号 有的公众号写啊 四十五岁老人 就是他们觉得 就是四十五岁居然就是老人 我也想画个问号 这个有标准吗 我也想问啊 就是难道在咱们中国 就是老年人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的年龄 究竟是多大的年龄 他算是老年人 而且刚才你说的 就是中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 这意味着什么 目前我们国家 对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些保障啊 措施做的到一个哪样的阶段了 还有哪些工作 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完成的 接下来这个新闻是我们记者 关于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老年人的这个话题的树立 依据长城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我们可以知道 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而根据长城市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 目前长城市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一百八十九点六六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五 在提升老年人收获质量问题上 今年七月 长城市保就为市本级符合条件的五十一万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进行了调整 今年呢是国家连续第十把次这个为退休人员调整养老金 今年呢已经全面实现了退休人员这个养老金核定 与失业人员这个失业待遇申领的网络平台申报 方便了老百姓办事 除了收入问题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这里是长律市长阳区南湖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今天这里的医护人员们 只要上门为辖区内的老年人做体检 这不是过冲阳节了吗 我们到家里边给老人 谢谢你们 我也腿不好 走不了路 九十三个老人呢 恭喜你啊 身体还挺好 好几年了 我始终是在这儿检查 有些毛病就是都上这儿去 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 服务态度可好呢 这里的医护人员告诉我们 在他们辖区内 目前正有四千余名老年人 享受相关医疗卫生服务 占服务总人口的13%左右 对65周岁一项老年人呢 有免费的体检 健康生活方式干预 慢性病的健康指导 包括行动不便 一些生活上的照片 我们的那个档案嘛 都有明确的标识 咱们这种金色的就是65周岁以上老年人的这个标志 红色的呢就是高血压 蓝色的呢就是糖尿病 发挥我们的所长吧 来做好咱们那个65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守门人工作 另外对于部分突发疾病留下后遗症的老年人来说 照料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长泽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495家 入住老年人两万三千余名 张大爷今年七十岁了 几年前他因病留下后遗症 失去部分生活能力 此后他入住了一家养老机构 开始疗养与康复 根据长泽医保介绍 2015年开始 长泽市启动了失能人员医疗照护保险 截至目前 照护基金已支出4.16亿元 为16余万人次提供照护服务 切实减轻了这些家庭的负担 入住我们机构 就是一个重度失能的老人 照护费 餐费和床外费 总的加一起在4500块钱左右 那么老人呢 就自己承担 也就是不足2000块钱了 种种政策相继出台 我们不难看出 多年来 长泽市针对老年人的相关政策 越来越完善 数据显示 目前长泽市共有公办养老机构 及农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106家 免费为困难老年人提供集中供养服务 2021年 长泽市第二福利院建成后 还将提供800张床位 切实满足公益性养老服务需求 爽都市程翰 广微报道 重阳节尽管是从古代传下来的 在当时有不同的含义 也有很多习俗 包括插猪鱼 这是我们大伙都知道的 但是既然在现如今 我们赋予了它新的含义 就是老年节 那么我们也理应认真地去对待它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到现在为止 您还没有给家里的父母 或者长辈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还不晚 送个问候呢 这个是不分迟道的 另外呢 在这儿 那我和徐涵也在这儿 祝所有的观众当中的老年人 或者说长辈 祝你们身体健康 节日快乐 说来也惭愧 你看像咱们俩这工作 像这样的节日 也只能说打通电话了 是吧 其实经常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想 就是有没有人能大把手 让咱们在家中的爸妈 就老年人 就他们晚年的生活的时候 过得也有笨头有乐子 说到这儿 我觉得真的要给下面这个 社区点个赞 它的名字叫 长辈市洛园区 银融社区 为什么要点赞呢 因为他们不仅为老年人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室 这个活动室里 真的是要啥有啥 不仅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而且琴棋书画 真的都有 最主要的是 这里有浓浓的人情味 一个月基本能搞两次活动 我们到这时候就盼 就盼我们社区搞活动 今天我们也积极来了 参加了挑豆 拆米语 跟过去时没法比 活特别有意思 老人叫余淑琴 今年66岁 别看上了年纪 可心态还很年轻 爱说爱笑 爱参与活动 这部重阳节社区组织 趣味运动会 他第一个报了名 搞的活动特别勤 这体育活动 拆米语活动 到啥节日就做啥 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社区居民和老人加入其中 时间长了 大家的责任感也强了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在社区这个大家庭里 大家互帮互助 其乐融融 像于阿姨还主动 加入到了社区管理工作中 当起了自家小区的 卫生监管员 我们自己选选项 愿意管卫生 这嘴好说 看了不相应的 就是老百姓有些乱到了 乱冷乱放的事 我都好管 没事就转一转 走一走 这个居民区吧 它也就是环境好了 再一个咱也给社区减轻负担 在社区办公楼的后面 是2016年1月 投入使用的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占地428平方米 一楼有养老餐厅 对辖区的老人提供 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 二楼有活动室 琴棋书画一应 不断出台的利好政策 让这里的老人们不仅老有所养 而且老有所乐 在这里 社区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工作人员是大家长 而每一位老人就是一个家庭成员 在这里 他们收获了价值 收获了尊重 更收获了快乐 这是守望都市记者 徐颖鹏飞为您发快的报道 看到刚才 其乐融融的欢乐场面 也是让我们很受感染 我都不能说 现在我就盼着自己也快点老 但是的确 看到他们如此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让我们感到很高兴 当然了 尊老敬老一直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而且也能看出来做得很不错 当然我相信做得好的 一定不单单只是刚才这一家社区而已 对对 接下来我也还要说几个 但在这说之前 我其实还有挺多感慨的 就比如说 说今天是纯阳节 这是咱们传统的一个节日了 那我们经常也会说 这个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觉得就是今天很多人 会想到自家的老人 那想到自家老人的时候 其实很多老人可能跟咱们爸妈一样 就是子女不在家 常年一个人在家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真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关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咱们身边真的有很多好样的 就比如说社区和志愿者 他们正在努力做这件事 他们正在路上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长春市 红城街道办事处 那么今天呢 红城街道办事处的东风社区 在这里聚集了很多 辖区内的老人以及老兵 在这里呢 一起过九九重阳节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包饺子 给我们的抗美援朝老兵 还给我们辖区的孤寡老人和空草老人 记者了解到 今天到场参加重阳节活动的 共有百余人 其中八十名老人 还有四十多位退役军人 这四十位退役军人中 还包括十名抗美援朝的老兵 我们东风社区呢 联合凤营老兵大院 举办了这次活动 那么整个一个活动当中呢 有十位曾经参加抗美援朝的 这个老兵 在这个活动上 讲述他们曾经作战的经历 感染了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居民 上午记者走进敬老院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衣着演出服的 银发老人们 正在为这次重阳节联欢会 做着准备 据了解 为了能够让老人们 在今天欢度重阳节 工作人员提前一周 开始准备这次老年诗歌朗诵会 朗诵会的最后 工作人员们还为老人 庆祝百岁生日 在场的很多老人都表示 这个节日过得非常开心 女最终一百次 今天是重阳节 祝您节日快乐 然后您继续身体棒棒的 九十二 身体我晓得还可以 我基本上每天上楼下楼 四五三四四四 非常高兴呗 心非常敞亮 我们这次节目 大约在二十个左右吧 重阳节嘛 重阳节就是老年的节日啊 所以他们也期盼着这个节日 我最希望我们的长者 能在我们的养老院 劳有所养 劳有所乐 劳有所依 首号都市刘阔 共联报道 想让老年人老年生活过得更好 最重要的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 那在从前呢 由于这个条件有限 可能需求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 吃饱啊穿暖啊 而现在早就 大多数地方吧 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 所以精神层面的要求 可能会越来越高 那哪些是精神层面的要求呢 可能你具体来说的话 会包括很多 但是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往往在他们年轻时 没做没做了的事 受条件可限 现在他们想做 来弥补这个遗憾 的确老人也有很多小目标呢 比如说人家年轻的时候 可能就是歌唱家 现在还是金嗓子呢 有没有地方让人家一展歌喉 是不是 或者有的人他也没学过 但就喜欢画画 一觉得画画整个人都好了 那如果有人再指点一下 那不得了 就是老艺术家 所以如果电视剧前 您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接下来我说的是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 欢迎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 接牌仪式活动的现场 那为满足老年人 多层次多样化的 养老服务需求 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 晚年生活 10月25日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 正式成立 在我身后 正在举行的就是 接牌仪式 老年人在社区老年大学 不但可以学习到养老 养生 保健的知识 同时可以参与 社区老年大学组织的 各项文体活动 为老年人提供 更好的多样化的服务 据了解 吉林省社区老年大学 现开设声乐系 舞蹈系 美术系 综合系等七个教学系 其中综合系中 包含了50多门 刚需课程 可以满足多数老年人 不同的兴趣爱好 我挺高兴 有今天这样一个好事 参加会以后 我也选择了两个 一个是书法 一个是诗歌 丰富我自己老年的生活 首网都市张萌 富强报道 和蓝品更流行 勇闯天涯 小蓝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 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本田 新思压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成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转多云 0到14摄氏度 白程晴 零下1到零上13摄氏度 松原晴 零到14摄氏度 四平 晴转多云 零下2到零上15摄氏度 辽原多云 零下3到零上16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1到零上15摄氏度 通话晴转多云 零下2到零上16摄氏度 白山晴 零下2到零上16摄氏度 年级晴转多云 零到16摄氏度 长白山晴 零下3到零上15摄氏度 长春晴转多云 零到14摄氏度 金龙鱼农香奔榨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老泥酵芝麻香白酒 东北价酿茅台品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Nunisan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开发商没交入网费 供热已五天 暖气仍然拔拔凉 虽然19号已经开始供暖了 但是我们这楼迟迟没有供暖 他说是因为我们开发商 没交一个什么入网费 为啥没交一个入网费呀 现在病情 现在的开发期间 是案子的经纪了 就他这个供钱 就从今上来了 应对京东清雪任务 环卫部门人员机械已到位 到目前为止 全是一些400余台套机械设备 已经全部解析完毕 确保京东的清雪 能够跟网言一样 达到一个令南市民满意的效果 本来没有清雪的爱片 不要切换血 讯好心脑好 特别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这个时段呢 先来说说眼下大家最关心的事 供暖 我们都知道 松原跟咱们常春一样 都是在这个月20号开船供暖的 可眼看着供暖都好几天了 松原市民王女学家 却一天也没暖和 王女说这事儿还真不怪 在供暖公司都是他们小区开发商给闹的 我是松原市民阳区百姥大花园业主 我家是20楼 松原19号已经开始供暖了 但是我们这楼迟迟没有供暖 我们去供暖已经问了 他说是因为我们开发商没交一个什么入口费 因为开发商不在我们找不着开发商 这个楼本身还是相防楼很阴 屋里面又比外面还冷 王女士表示 现在天气逐渐转冷 屋里没有暖气 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 屋里现在晚上也就是十来度吧 反正晚上都不愿意起来 还得查电路子 还得拿出去电脑水 太冷了屋里 入网费啊 说这个应该是开发商的 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个人的关系 这些天不知道开发商哪去的 找不着呢 只要给这个难解决了 别的就好办了 居民表示如今家里还没有工作 让大家很着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没交入网费呢 随后记者拨通了开发商工作人员的电话 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 负责人已失联 开发商没有能力缴纳入网费 业主们反映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到 松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这类的开发企业的实案子都听起来 就他这部分钱的就筹进不上来了 这个钱的怎么协调啊 协调一个是开发企业能不能自筹一部分 除了百姓交这个 然后看看那个我们跟企业这块协调一下子 看看他们能不能少那个或者管收一部分 大概得什么时候有事啊 肯定我们要尽快 住建局工作人员表示 叶祝文反映的情况他们已经了解 目前正积极协调双方会尽快恢复 小区公热 视网都是西然 明强 宋元氏报道 要真能把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相信这办法一定是比问题多的 这事各部门多费心吧 让居民家里头尽快暖和起来 其实虽然现在天凉了些 但是走出家们会发现 这风景还挺多的 比如说街头向尾飘落的秋叶 你站在其中随手一拍 你就是朋友圈里最亮的仔 而为了留住这身边的美景 咱们长出来特别打造了四条落叶景观路 趁着中午有时间 咱们一块去看看 青秋十月 街头向尾的树叶换了颜色 曾经的郁郁葱葱变成了黄色红色 人们漫步在这里 仿佛走到了童话故事中 灿烂的阳光照在落叶上 绚烂多彩 这样充满世纪画意的景色 相信已是秋天里最美的场景了 秋天有落叶的这种感觉 那你就想和谁漫步在这条街上 当然是和我亲爱的人 挺浪漫的 因为平时比较忙我们这样的时间特别少 今天下课吧 趁这个闲暇时间带孩子逛一逛 小哥哥你是不是拿起来的呀 树叶 妈妈给我摘 那你知道这个树叶在什么季节才能有吗 秋季 你喜欢秋天吗 喜欢 有一些秋天的感觉确实是不错 我觉得这个叶子呀 然后树啊 就是秋天的气息都特别好看 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 不仅给人们带来的雷雷果实 还有诗情画一般的秋色 那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 就是长春市的春城大街 那这里呀也是每年赏秋叶的打卡地 我来这里就是想拍一下金秋时节的游贝电车 那你是特意选择了这个季节来吗 对 因为金秋季节呢就是有黄叶 满树的黄叶非常好看 现在秋天的景色特别特别 今天头一次上去来玩 我就常开始走 原来绿叢叢嘛 现在金黄嘛 收获的季节嘛 秋天天气凉了 树叶黄了 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 天空那么蓝那么高 一群大叶往南山 那你喜欢秋天吗 秋天就可以玩叶子了呀 人性步道满地金黄 秋风一扫真的是美景天成 那大家周末呢 不妨有空出来走一走 感受一下这秋一农 这里是首王都市记者 嘉佑张阳为您发回的报道 是不是突然觉得 哪都没有咱家乡美 其实说到这儿啊 这个美景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 他们就是环卫工人 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一步一弯腰的劳动成果 就要留住这身边的美景 又要确保大家的道路通畅 这份工作远没有表面咱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而这也只是他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今天呢刚好是长州市第十二届环卫工人节 这是属于每一位环卫工作者的节日 咱们长春市长阳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也特别为这些最可爱的人举办了一场专属他们的活动 一块来看看 我现在存在的位置是红旗街万达广场的一楼 从我身后呢可以看到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今天是长春市的第十二届环卫工人节 在这里即将会给这些环卫工人发放一些慰问奖品 也会在这里举办慰问演出 此次环卫工人节 环卫工人们得到了商家和企事业的各个单位的慰问 我们长城区政府也每个环卫工人掌握200块钱 我们还为环卫工人准备了价值400块钱的米面油等慰问品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环卫工人节 这次给我们发放的是大米 感觉挺高兴的也挺温馨的 环卫节到了今天收到就是说这大米 还有围巾真的觉得特别实用 也特别贴心特别暖心 环卫工人节 天气渐渐的冷了 环卫工人的工作也越来越辛苦了 记者在这里希望各位司机朋友走在路上 看见环卫工人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 咱们行人走在路上 手里的垃圾一定要扔进垃圾桶 春城的美丽需要我们和环卫工人携手维护 守望都市新月张扬报道 这围巾送的这是时候 正好咱长城的T2是越来越冷了 在外作业的时候可别忘了 带上它 其实环卫部门的确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关爱的群体 因为在这一年四季当中 他们为了这座城市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像刚刚我们说到 这深邱的美景需要他们来操心 而接下来他们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降雪 做足准备 为了确保2020-2021年度长城市冬季清雪工作 长城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备处提早做好了安排和部署 那截止到目前所有的大型清雪设备以及人员均已到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大型的设备 就是京东清雪的机械主力军 那截止到目前的所有的前期维护和保养工作也已经完毕 咱们从本年度的七八月份开始 就进行了冬季清雪的前期系列准备 到目前为止 全市1400余台套机械设备已经全部检修完毕 所有的柱油包括一些这个易损件备品 据悉除了大型机械的维护与保养外 还需要增加大量人员配备 以保证机械设备大幅度运转 同时雇用社会车辆满足机械转运 目前招募工作已经完成 招募驾驶员确保在每台设备 至少两班驾驶员也全部到位 同时包括咱们那个泄雪场地 因为这个尝试的雪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咱们要做充足的准备 有充足的泄雪场地才能够保证的积雪尽快的导应出去 根据长城市城市管理局统一工作部署 将从本东首次降雪后开始全面演练工作 我们预计在近期可能有一个小雪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进行全市的拉链 看看到底是豪宝室管我用 确保京东的清雪能够跟网年一样 达到一个另在市民满意的效果 向每一位还为工作者致敬 希望这个寒冬啊 能有更多的人和故事为你们送去温暖 而接下来呢同样要为正在奔波的人们找一找 有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 最近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 正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都有啥要求呢 来看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有关部门决定 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83名 报名由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受理 采取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报名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2020年10月3号上午9点至5号下午16点 咨询电话043188690916 10月27号8点半至19点 朝阳区越东线有计划停电 市有效分为如下 开运福利小区惠一电器 长春韩复工具有限公司 长春市云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玉红光学有限公司 长春西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定于2020年 10月26号至2020年10月1号 对夏里小区的居民用户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一区家园 一生花园 西郡地景 龙都翡翠湾 西域兴隆 一圣西越红府 潮红电子小区 垂阳蹦站小区 一区家园A区 一区家园B区等 爽都市编辑报道 学校门口溜车门盗窃 嫌犯被抓 直呼破案效率太霸道 这个就是犯罪神员 在旁边已经观察半天了 到这个车的驾驶位置 拉开驾驶车门 拿了宝 迅速逃离现场 在以后傻坏时候 都不断了 真是 就是关系关系 这时候太霸道了 高职丹钊 考试推迟 不再参考 培训费咋退 说如果高考 不管考哪座学校 不应该退学费 给我们孩子签的学 有没有家长不知道 别让孩子说 在版级里边都说了 说从这家园 然后学生贷钱 你不参加丹钊 这些东西 还可以支付我们的责任吗 移动云 5G时代 您身边的智慧云 本来没有清血 八位片 国药清红血 血好 心脑好 特约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 守望都市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近日呢 有不少考生家长 打电话和我们反映 说孩子去年呢 参加了相关的 高职单招培训课程 但是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高职考试 推迟进行了 好多当时参加培训的孩子 都正常参加了高考 有的现在更是已经上了大学了 不可能再去参加高职考试了 于是家长们向培训学校 提出退费的要求 但却遭到了拒绝 从学生家长提供的合同中可以看到 合同内写着以方学生 若在2020年单招考试后 未被目标学院录取 甲方在单招考试录取工作后 退还以方全部学费 由于高职单招考试推迟 学生们参加了高考 但当家长找到学校想要退还学费时 学校方面表示 不能退费 事情发生之后 来找这个学校来了 我们要求退费 他不管我们 说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 我们找那个精悦教育局去了 完了精悦教育局说 给我们协商调解 学校说不同意调解 不同意给我们退费 让我们走法律程序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 在高职单招考试推迟后 学校方面与孩子们签订了一份协议书 协议书上面写着 若本人参加2020年高考 和接下来的2020年吉林省高职单招考试 通过其中一种考试 则视为升学成功 家长们说 这个协议书 学校没有通知过家长 让孩子们自己签订 是不合理的 为了了解具体的情况 记者与家长们一同来到了2020教育集团 由于负责人不在学校 记者拨打了学校副校长的电话 就是咱和孩子签的这个东西 提前有跟家长说过吗 当时是孩子们都在学校里 在班级里边都说了 说公职家长之后学生代签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针对家长说这个情况 咱们这边会给怎么处理 你不参加单招的这个东西 你还得是输我们的责任吗 我们的处理办法呢 是肯定要协议 退费呢有多有少 我们需要协议 你可以就是提 向法院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咱们去解决这个事 对于学校方面给持的答复 家长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态度还是坚决不给我们退费 我们接下来想联合几个家长 起诉给我们孩子讨个说法 学校都是刘畅 富强报道 这样的事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报了 也涉及到了多名家长 及多家类似的培训机构 我们首先要承认 受疫情影响 今年的情况确实有些特殊 但这并不是培训机构 或者家长单独哪方的责任 因此所产生的后果 也应该由两方共同承担才对 但由于当初签订的合同内容不尽相同 因此还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协商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 但如果实在谈不拢 法律是唯一途径 不过像下边的这件事 就没什么商量的余地 近日吉林市一男子在一学校门前 发现有车辆没上锁 他也不客气 直接进到车里就开始拿东西 当然警察也没客气 没过几天就把他逮回去 被逮之后 这名男子很服气 说这抓人速度太给力 在以后啥坏事我都不能干了 真是就是公安局官 就是说的太霸了了 厉害 没想象到这么快 视频中的男子到底犯了什么事 为什么如此感慨呢 案件还要追溯到 2020年9月21号上午7点钟左右 当时在吉林市传营区一学校门前 一位家长着急送孩子上学 疏忽大意未锁车门 给了视频中的男子可乘之机 实施了盗窃 你看车门关上没锁 这个就是犯罪嫌疑 在旁边已经观察半天了 到这个车的驾驶位置 拉开驾驶车门 拿了宝迅速逃离现场 据介绍 车内副驾驶座位上的男士夹包内 有4100元现金及手机等财务 总价值2万余元 民警通过监控录像的内容 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但他作案时 头戴鸭舌帽 口罩 视频也有些模糊不清 给破案带来一定困难 侦察员反复观察监控 发现该男子体态有明显特征 并且在作案时沉着冷静 明显是惯犯 随即侦察员对 拱内犯罪嫌疑人员进行筛查 在筛查了近千条数据后 一名张某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据此 侦察员将张某某列为重点犯罪嫌疑人 开展研判 经过大量分析查证 发现该人案发后 已经潜逃至长春市 2020年9月22号 众案中队确定了张某某 在长春市的赞助地 经过彻夜遁守 9月23号六十许 在长春市南关区一小区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 知道关机关闯的话 你懂什么 这啥事 你也去给男伙 抠的 对吗 对 本人交代 刚刑马释放不久 也不思悔改 还继续想不劳而获 建材起义 对这个车内物品进行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所望都是文泽志刚 近临时报道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重庆 前几天重庆一个小区车库里头 突然冒出了阵阵白烟 一些车主看见吓坏了 因为哪辆车起火了 赶紧冲过去准备救火 可是到现场之后 没看见明火 倒是憋了一肚子火 车主介绍 总共有八辆私家车被喷 停放的好好的车辆 为何突然之间变成这般白雪挨挨 一查车库监控 肇事者献出了原形 原来是三个小男生 车主们说 这三个男孩 就是这场恶作剧的主角 不知道是不是男孩子们 想模仿消贩员 拿着灭火器 体验一下灭火的威风 拿了一个灭火器 好在他们现场 应该是拿了两个 就是他提起下来一个 然后另外拿了两个 因为有盲区 看不到 只能看 看到他喷的时候 因为有喷目装出来 我们才晓得 灭火器喷出的泡沫粉尘 在车库里弥漫 有车主发现情况后 通知了物业人员 恶作剧的三个小男生 立马逃至夭夭 车主们认为 现场应该保留 等待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解测 另外物业作为车库管理方 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也难辞其咎呢 目前物业方面正在寻找专业机构检测被喷车辆 对于车主们的损失 物业方面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然后评估损失 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接下来的事同样发生在重庆 也同样跟熊孩子有关 前两天一名仅两岁的男童 竟然驾驶一辆快递三轮车 冲进了路边的超市里 一起来看一下事发时的画面 一辆三轮车冲进了超市里 而开车的竟然是一个孩子 大人光顾着玩手机 两岁的孩子自己爬上了 停在路边的快递三轮车 直接就给开走了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 男孩的家人也正在与超市方协商处理方案 家长们可长点心吧 下面这起事故也跟孩子有关 女子抱着婴儿横穿马路 结果被撞 怀里的婴儿瞬间飞出 掉在了车顶上 所幸小车车速不快 并及时停车 女子受轻微擦伤 随后和幼童被送医救治 下面咱们来看一堂 与众不同的体育课 体育课变身武术课 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下面这位大爷也懂得创新 他擅长用树叶吹奏歌曲 机器必须是从鼻孔里面吸进去 你嘴型不能走 走了嘴型重新调整这个嘴型的话 就很难吹了 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当乐器来演奏 虽然发出不了高低音 但是它可以敲出不同的节奏 这些叫艺术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 本节目共同独家精彩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载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守望都市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本来没有清血白味片 国药清红血血好心脑好 特别播出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的高女士 打算购买一台新出的苹果手机 便在沙之船中东奥莱夫一层的 苹果专卖店交了定金 可等这手机到货了 店员就说想拿手机 再给我加500 我是10月10号左右 来看的这个苹果手机 官网就是6799 128G的 然后我交了400块钱定金 我说定两台 定一个红色一个白色 完头洗完头23块到货 就要各位微信让我来取货 高女士出示了当时交付定金 所签订的票据 她表示在与苹果专卖店店员 预定手机时 店员从未提及手机价格 可能会涨价的事 但是当手机到货的时候 店员却突然告知 每部手机涨了500元 我说为啥 当天你也没说涨500块钱呢 我说也太不合理了 她就说这不是我们订的 他们拿货就涨价了 我说你们拿货就涨价 为什么当时我订的时候 你没说 你没说这个事 你要说这个我可以不订 对吧 不在你这块订 高女士说 自己就是想用当时预定的价格 6799买到手机 但是自己多次与店员沟通 也没有结果 为了了解情况 记得跟随高女士 来到了沙之船中东奥来 副一层的苹果专卖店 咱们俩订那天 你并没有说 你们高于官网这个价订给我 对吧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会告诉这个高的价 你看对吧 他根本没说 因为今天苹果到了 就给我涨了百块钱 我就不理解 不是说退订钱 我现在就想 6799买这个手机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会涨 如果您不知道 这个价格是不定的话 是不是在签这个地质钱 就需要告诉顾客 说我们这个价钱可能会有 会涨价的价格 那这货咱们当天 不知道明白啥意思吗 那现在目前就只能是 加500公元 可能买 如果不认可的话 我们不把钱退给你 双方经过沟通 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那么此事究竟如何解决呢 记者咨询了 吉林梁志律师事务所的 许静景律师 对此 律师也提醒消费者 在签订协议时 一定要区分两个定金的不同 避免发生纠纷 随后高女士找到了 沙之船中东 澳来富一层的商场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 会尽快协助帮忙解决此事 就关于这个事情吧 也是他们员工的时候 鼓用跟老板沟通的时候 老板那边也是说了 那具体能给到一个 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尽量吧 让女士以正常的价来 去购买这个产品 记者发稿前 再一次联系了高女士 高女士表示 经过商场的协商 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高女士对处理结果 表示满意 首要都是佳琪 海军报道 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就学过 由于受供求关系 等因素的影响 价格会围绕着价值 上下浮动 这没毛病 但是一切有个前提 就是之前没有约定 既然已经交了定金 那定金就得起作用 现在涨价了 你要加钱 要降价了 你能给便宜吗 我看不一定 好在最后解决完了 不过还是给大伙提个醒 再碰见类似 需要交定金这样的事 钱给人家了 记得一定要留好凭证 而且要弄明白 是哪个定 都说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今天绸阳节 长春市家优孕母营会所 也举办了一次 孕妈活动 让这些准妈妈们 提前感受 为人母的责任 也更感念 父母的养育之恩 对每一个准妈妈来说 孕期都是一个神器 而又令人紧张的时期 但这一段旅程 都是一步一个脚劲 走过来的 也是一件件小事组成的 为了让孕妈们 能够培养 在怀孕期间的动手能力 在丑阳节这天里 长春市加油月母营会所 迎接诸多的宝妈 开启了一场 DIY微景观活动 通过动手来做这些手工 锻炼了孕妇的 手脑配合的能力 对她这个孕期 无论是从胎教 各方面都非常有好处 因为赶上丑阳节 这对于这些准妈妈们来说 不仅是锻炼了身心 也让他们在这个节日中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父母真的是非常伟大 并且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教会了我们善良 还有尊严 再过几个月 我也要成为一位母亲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继承我们 中华优良的传统美德 同时我也会给她 做一个好的榜样 首要都是张言 宇峰报道 中医是中华民族 远远流长传承下来的瑰宝 承载着人们自古以来 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以及理论知识 其中中医推拿 是中医学科外治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上午来自全国的 上百位推拿行业的专家 学者精英齐聚一堂 共同参加了中华中医药学会 推拿分会第21次学术会议 本次中华中医药学会 推拿分会第21次学术会议 为期三天 以传承精华 首证创新 融合发展 共创未来为主题 本次会议嘉宾 包括了国一大师 齐皇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共400余位参会代表 可以说全国推拿行业大咖 聚首春城 整个推拿学科 或者叫大地说 针灸推拿学科 它是中医学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中医学的外治法的主体 几千年 中华民族用推拿的手法 来治愈疾病 来维护人类的健康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学科 越来发展越壮大 会议期间将有115位嘉宾 在主论坛 分论坛展开演讲 推拿行业老中青三代 齐聚一堂 将聚焦行业发展的热点 难点疑点问题 另外还将设置临床实践环节 全国各地中医推拿专家 将上台演示 拿手绝活 会议亮点颇多 我们在继承古人的这种 学术思想的前提下 要和现代科学 现代医学紧密结合 包括我们现在的 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比如说推拿机器人 因为推拿这个工作 实际上是很好体力的 那么这一块的研究 也在积极地推进 随着社会进步 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改变 在治疗疾病过程中 推拿也成为了患者的选项之一 其中以小儿推拿为代表 而在抗击疫情期间 中医药治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疫情防疫进入常态化 此时召开会议 对中医推拿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国家在推动 这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这个时候召开的大会 是非常有意义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推拿这个学科这个领域 对人类的健康 防病治病 都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首昂都市 军阳 新南报道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知识酸奶 掌知识辣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的自卖 智智生活 好运牛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汽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复科生宝宝 生宝宝做叶子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转多云 零到十四摄氏度 白城晴 零下一到零上十三摄氏度 松原晴 零到十四摄氏度 四平 晴转多云 零下二到零上十五摄氏度 辽园多云 零下三到零上十六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一到零上十五摄氏度 通话晴转多云 零下二到零上十六摄氏度 白山晴 零下二到零上十六摄氏度 延吉晴转多云 零到十六摄氏度 长白山晴 零下三到零上十五摄氏度 长春晴转多云 零到十四摄氏度 大六座大专座 四号X8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赖毛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华正有鲜肉 一贯好品质 华正食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都是频道全新布局 手忙都是完肩版 华力升级更前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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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发生了爆炸 我现在的位置是 长朝外重色风险 车当时是没有位置 收到了消息 车给其一路 有没有所在卖家 车给其一路 运力不足 显然不足于忍神度 都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让我完成了抗议肉后 每天七十五分钟 电视 网络 红布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手忙都市 本来没有清血 八卫片 国药清红血 血好 心脑好 特约播出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 今天主要集中在重阳节上 这有观众说 说今天是重阳节 趁着周末不上班 我带着父母去公园溜达 还吃了很多美食 想对父母说 小时候你们陪我长大 现在我陪你们变老 这是个孝顺的孩子 我跟你说 刚才记者书里 这个观众留言的时候 特别跟我交代了一下 说今天观众走心了 说留言可干人了 让我忍住别哭 我再念一个 说这个网友小燕芬 说重阳节 我能为父母做的事 就是少弃我爸妈一点 少花点钱 他们把所有的建训都担下了 只为了让你追逐梦想 爱别等 笑别迟 愿时光再慢些 让我好好静静笑 再说一点 回这也没有话 所以说起来 有点心酸 因为效果性 做陪伴应该是孩子 本身应该做的 现在才得有这么样一个 节日的仪式感 才能犯强制性的 让他们去做陪数 这个就让人觉得 心里有点 能做到就好啊 稍后播出的是电视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